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就是這個空高石做什麼 今天我就想說一下 最近很多人在上面派傳單 什麼來的呢 就是9月4日的立法會選舉 大家都應該在街上看到很多的演員 或者他的男人在街上派傳單 或者是拉票 但是呢 我有一天的故事呢 先生先生 你給我一票啊 二年一七一定不行啊 什麼 就是你 我想問一下 我還沒18歲 怎麼投票給你啊 我不是很明白 什麼派傳單那些人呢 真的 真的 不懂怎麼派 真的 沒有理會派給小朋友的嘛 你派給18歲以下那些 幹什麼呢 我真的 我也想 真的 支持你 但是 都幫不了你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呢 那些 派傳單的人呢 做好一點啦 我怎麼幫你做選舉呢 想帶一提 我記得呢 有一個議員 我不知道是誰 很不記得是誰 就 他不像其他議員那樣呢 他是 就是開車啊 或者是 就這樣 在街上 有陰頂 這樣 去 派傳單 或者是 拉嫖 他呢 簡直是 跑步的形式 他又呢 大步跑去沙田 然後 他還要 就是我看到他的臉 全都紅了 然後呢 他還要呢 見到那些人呢 就 這樣吧 這樣 祝各位 希望呢 投入你心目中的 議員 好像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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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手勢啦 Hello 喂 小隻 這個 巴基斯坦 是他發明的 看鏡頭啦 不行 看鏡頭啦 巴基斯坦 好可怕 什麼啊 那一次 這個位置下去很危險 對 好可怕 好危險喔 加油 小隻 加油 突破恐懼啦 好可怕你的手 白了 黑了 撥在衣服上 炸機 撥下去 用你的汗洗掉 撥下去 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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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繼續撥 撥 布 他 是 大哥 唔 做 等